日本现在加速研制超燃冲压发动机 他也说得很明白了 就是要用于高超音速武器 但是他们现在的技术水平比起我们中国来说 至少要落后一半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最近日本的宇航研究机构GAXA 就在洛尔岛那边进行了一次发射测试 就是用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来进行了一次 打了这么一枚火箭出去 达到了5.5倍的音速 而日本现在也是毫不顾忌这些事 就直接讲了 这东西我们就会将来用于军事用毒 用于高超音速武器 而且你还别说 日本现在拿出了高超音速武器的方案 如果我们看它整体的设计 它的规划 你比如说它的气动外形 它的一些指标的规划相当不错的 它气动做的是不错 但是它这个发动机 说实话还是落后了 太早了 那要说一代都还客气了 可能还不止一代呢 咱们说这个超燃发动机 全称叫做超声速燃烧的冲压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呢 它可以不用自己带氧化剂 所以比起火箭发动机来说呢 它的这个爆发的功率 就是能大到4到6倍 这就很不得了的事情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很新的玩意儿了 早在60年代 是当时世界的先进国家 特别是美国 就在研究这些东西 你像这个当时这个美国的X43 就是美国宇航局的X43验证机 它验证的就是一个这个超燃的冲压发动机 而这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呢 这一个特殊的机型呢 美国也早就这个运用了 你像当年大名鼎鼎的这个黑鸟SR71 它用的就是一种冲压发动机 而现在呢 在这个超燃冲压发动机方面呢 目前来讲啊 中国和美国 那是这个第一梯队的 我们西工大前一段公布的 我们研制这个超燃发动机呢 它的性能指标 那是比美国还要先进一些 日本现在研制这个超燃发动机呀 说实话 它还真是一个门槛级 就是过这么一个门槛级的 当然以日本的产业能力 和它的技术水平 它也是能搞这个 说实话啊 你不能说它搞得不行 它反正在过这个门槛 而且呢 它一下把这个标准定得挺高 直接就上这个超燃冲压发动机 应该说这一步啊 日本跨的是蛮大的 不过它的水平也就是那么回事 你比如说吧 衡量超燃这个冲压发动机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它的燃料 日本现在还用这个GP7燃料 GP7燃料呢 它这个GP系列呀 这是美国的航空燃料的这个一个代号啊 它美国的航空燃料吧 大多数不同的燃料呢 其实都是勾兑出来的 航空专用燃料吧 GP7就是刚才我说的S271的燃料 那你要算起来 这是美国六十年代的东西了 那日本呢 还在用这个 你就可想而知 它的发动机的水平啊 可能也就是一个门槛级的一个水平 不过通过这件事啊 我们能看出几点来 第一呢 就是日本 你得承认它 有比较强的科技与产业能力 但是这些能力 正在公开的转向军事 第二一点呢 美国明显的呢 在进行松绑 在政治上 在军事上 在释放出日本的军事能力 用于美国遏制 对抗中国的 这个大的战略布局 第三一个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日本最近这一段时间 是快速的 在进行 整体的战略转变 把自己紧紧的 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未来呢 它很可能会充当 遏制 对抗中国的 马前卒 派美国的战略转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